而针对这一起公安意外 习军院长吴敦毅在立法院表示 石化业应该要联合成立一个监控网络 来防止事故发生 而政府也将针对国内的石化业进行总体检 台塑南亚厂大火再度烧出国内石化产业的公安问题 习军院长吴敦毅上午在国会备巡前 就针对国内石化业在石化区工厂的监控上 明确指示石化工业应该成立全面串联的监控网 防止公安意外一再发生 石化区或者工厂做一个监控或者安全上 一个全面的这个连结的网 希望能够加强对石化业的这个公安事故的减少 或者防止能够产生更积极的功效 吴敦毅在接受质询时 也强调石化业本身做好监控和内控的工作 都是防范公安意外的首要条件 像是台塑弹麦辽六清占地两千八百多公顷 必须得仰赖厂区特殊的石化专业消防系统才能及时抢救 政府只能从外部加强监控 目前包括工业局和环保署都将在监控和污染监测方面积极介入 我们工业局创设服务中心将来做一个平台 然后环保署把它内控的那个监测 污染的监测要引进外部的公正人士来参与 这样比较能确保它各种污染各种监测的工作能更有公信力 这次台塑南洋厂失火 吴敦也称许嘉义县政府能快速处理立刻要求停工 而经济部除了在卖疗要设服务中心 针对国内石化产业也将进行总体检 近来评传公安意外的台塑也是优先集合的对象 谢谢小朋友组特别报道